人间暴增 手臂之内的力量 亦都是情倍翻帐 他的眼神里面 充满着杀意 一声怒笑 一拳轰出 你一拳轰出 惊人的寒气迎面而来 云长空面色 丝毫不变 金色的元气 汇聚在拳头之上 无丝毫辞意 一拳对轰 两个拳头 就在素人的目光眼下 砰一转双撞 气浪形成的环形四散散开 地面咔嚓咔嚓一声 爆裂出一条又一条的裂痕 在对碰紧紧持续的一信 带头那个面色变了 他分明感觉到 手臂之上的元气 迅速溃散 感觉到双方的僵持 云长空眼里面闪过一丝寒意 拳头的力量逐渐增加 带头那个贵已经出行力了 怎么猜都猜不到 云长空还有流力 只见他手上的元气 尽数炸开 在重击之下 他臉再次涌起一阵潮恐 急速后退 跟着并啪一下 就撞在一块巨石上面 一口鲜血再都忍不住 狂奔而出 在他的面上 除了惊艳 还有的 就是难以自信 一个无法一品的年轻 竟然可以爆发出 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他接连受到重创 想挣扎着再次站起身 一度身影 就好像鬼魅似的出现在他面前 冰冷的脚印 踩在他头上 令到他四肢脚硬 动都动不了 飘渺宫的人 不过如此 带头的人 面色都白了 真的站定定在那里 不敢动 他知道 自己动手指 下一刻 脑袋就要搬屋了 我 我是飘渺宫宫的人 你 你杀了我的话 整个北海之斌 全部都是你的敌人 我保证 你死得比我更惨 哼 看你你副这样的垃圾样 我想 飘渺宫宫 都是这回事的 你以为 我真的不敢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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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冲毒 你 你 你随便打听 飘渺宫宫 不是你惹得起的 你 你放了我 我绝对不会再追究的 我 我发誓 看着云长空的嘴 瞄瞄瞄瞄 那个带头的人 面都青了 他自己真的害怕 怕说错一个字 眼前的那个年轻 就将自己的脑 当小瓜的踢爆 云长空 眼眸眉眉 说老实 就算是一个傻佬 都知道 飘渺宫宫的实力 那个实力 没有什么四大家族 即使是整个帝国 都没办法抗衡 但是正因为 飘渺宫宫的强大 云长空 亦都自然而然地认定 眼前的两件番薯 几件弹散 在飘渺宫宫的地位 只可以是低到 没得再低 如果这样的人 可以代表 飘渺宫宫 这样就真是 笑掉别人的对牙 带头那个 看着云长空 不出声 以为他真是镜住 即刻语气都硬了不少 你 你再敢猶疑 我们飘渺宫宫 就会出现一位 孤化旗的高手 这样的人物 杀你异于反掌 你最好会做些 人家异不异于反掌 是人家的事 不过现在 是我要杀你 这些 就先自叫做 异于反掌 云长空一阵冷笑 跟着一脚坐 行力 就连了到 那个头领的肩头上面 过度力 直接令到 他的肩骨 彻底粉碎 那个头领 好像汤柱 一停号嬌 额头上边的冷寒 人大人大 好像黄斗那样大 他抬起头 看着异常空的眼神 真的想吃掉他 他一边喘气 一边就说了 你 你 杂总 死杂总 你 你始终都会后悔的 就是这个头领 开口的同时 异常空又飞起一脚 一夜又踩爆了他的肩骨 当下 更为尖锐的蚝叫声 再次响起 云长空微微笑着就说了 啊 你说什么啊 刚才太吵 听不清吗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手段这么狠烈 在场的几个人 都忍不住心底一寒 那个头领 震晒的 看着云长空 但是这一次 他乖了 一句话都不敢说 哈 你没说话呀 那算了 听不得就算了 到我说了 这一道叫做飘渺冰宫的地盘 月渺寒气在你们家门口出现 具体位置 你们一定找到的 以飘渺冰宫的实力 你说要找到其实不难的 说吧 大弟子 在什么地方 听到云长空这么说 四周围的人 才醒起 云长空 为什么不干脆利落 剁了这个头领 他拜明就想吐了 那个头领 咬着牙就说了 我不知道 云长空 刚刚听到 那个枝子 一脚就伸了 到他的膝头上面 所有的骨头 咬咬咬咬射掉 唉 浪费心 竟然咬眼睏 既然 你没少许小用处 只可以 让我发泄一下怒气 都是你的荣幸 不要 不要 大爷 不要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飘廟兵工最外围的准弟子 平时连飘廟精工的正门都认不得 月廟寒昂 供内也都是留给正式弟子 我们哪有资格知道 那个头领见到眼前这一个人 小奇奇但是放毒蛇 心都寒晒了 他现在正是敢说真话 在旁边站着那个中年男人也都帮口 灰色神的而且确是飘廟兵工的外围弟子 连正殿掃地劈柴的资格都没有 飘廟兵工之内 甚至是不会承认他们是他们门下的人 所以他们绝对没有资格 知道月廟寒气的消息 其实林森一层都知道了 飘廟兵工的正式弟子 害怕都不会沦落到过来抢女人吧 飘廟兵工 出了命是靓女多的 听到个中年男人的说话 云长空突然间谎言大悟地望着这个首领 开口就说了 哦原来真的一点都没有的 那真的只可以拿来开心了 说完之后 脚又抬起 打算再次踩下去了 看到这样 那个头领很激动 大声叫就说了 等一会儿 我知到大概位置了 那有用了 说了 就在延溪南边的海域 中门里面的后背稳月廟寒气 来来回回都击过那个阵 是靠海的小镇 大海在它的南边 不过具体离延溪镇多远 月廟寒气有多深 我个个个真是不知道 第140集 听到唯一的情报 云长空对着那个头领 终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都说的了 我确信你的 好了 我不玩你了 我送你一程 随着云长空的说话 他把战刀 也都是一闪而过 跟着 整个人向后一出 重伤之下的残存 四个人迅速给他解决了 云长空 绝非是心慈手软之辈 知道这些人 都是飘渺冰宫里面 垃圾之中的垃圾 现在打伤他们 飘渺冰宫 未必会有人出来 专门报复 但是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 拖了他们 自然是最安全 日奴永远 做完这一切 云长空 思战长长的 叹了一口气 看着把战刀 上面滴下滴下的鲜血 拖一拖 才好满意的 收起把战刀 跟着慢慢的 走向那三名母子 云长空 看着那个性感女人 开口就说了 怎么样 没事吧 那个美女 看到云长空 被汗水浸透的衬衫 上面浓起的胸肌 面上边 竟然流露出 一抹收红 但是站在旁边的 两个男人 就不一样看法了 云长空 刚刚杀在那一段 真是对他们 很大的震撼 在女人的眼里 这些是叫做 别有一丝情数 他咬咬咬 蹲低头就说了 没有 没事 你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都还想 跟你说声多谢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 我叫做夏莫熙 这两个是我的同伴 吴盟叔叔 和程宇 我们 都是想着 前往冰海城 至于目的 你肯定猜到的了 就是撞一下大霧 看看 可不可以得到月渺寒气 云长空拱拱手就说了 我叫云长空 现在冰海城 恐怕什么人都不多 冰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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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不少朋友的 到了之后 或者可以帮你 也算是略略报答一下你的救命之恩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笑着一公身 配合着水属性的气质 多有温柔 多有温柔之感 云长空 望望他 开口就说了 不过 我看你的脚的伤口 如果再不处理 血流都 啥啥啥声 恐怕走不到去冰海城 云长空的眼神 应真不客气 用力地 望了一望 那个 令到夏莫熙 颇为面红的位置 这样的举动 令到夏莫熙 对眼前这个救命恩人 形象大跌 当面不要说话 红了面就说了 你们 你们 你们轮转身啊 脚头不要轮过来 云长空 他们三个 应真心知肚明的 大家对视了一眼 好有默契地轮转身 夏莫熙 好小心地 看着三个人的背影 跟着 来到一个土堆之后 细细心 嗜害那件衣 露出 被鲜血染黄的大腿 连同最贴身的衣物 都湿到淋了 不单止痛 而且湿淋淋 很不舒服的嘛 他眉头一走 再次抬头 望云长空 他们三个人一眼 见到他们 依然是背转身 果然是正人君子 最终都是一咬咬 从包裹里面 拿出一件 暂身的内衣外衣 和那些外相约 和沙布 这些东西 几乎是每个 出远门的 武者必备之物 夏莫熙 跟手就脱下身的 所有衣物 露出女人 最为隐蔽的地方 他不敢猶豫了 快速抹干血迹之后 将药品 审在伤口上面 那些药 一碰到伤口 一阵剧痛 就传了过来 夏莫熙 虽然咬着牙 忍着痛 依然都 嘶 一声 看到伤口 和在日光日白的野地上 露出最重要的位置 他臉又忍不住一哄 再次抬起头 看着云长空他们三个 其他两个人都算好 但是那个所谓的救命恩人 正瞎到一眼咬那么大 一面珠干色 看着自己的位置 立刻心头火起 但是又不敢出声 其他两个人 一听到动静 绝对会转过头 一起看 那时候自己最隐蔽的地方 恐怕就要被这三个男人 看光了 他一面掩住 一面就挖中眼前 这人 好像在暗示 这个人快点回避 但是眼前 这个人好像猛了 完全没有反应 甚至乎 甚至乎 抹开嘴 一肆口水都流了出来 他咬牙切齿就说了 你这个死流亡啊 心中的感恩之情 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极端尴尬和娇羞之下 夏莫熙干脆零转身 快快扎起沙布 换回新衣 才鼓起泡塞零转身 见到那个云长翁 还眼睛睛望着他 见到自己做完所有事了 才大条到你 慢摊摊零转身 那个背影摇摇摇 似乎有点意犹未尽 他看到云长翁 这样的动静 真是银牙都咬口碎那样 他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平伏了一顿奴耳 假扮到没事地就说了 好了 三个人听到动静了 才轮转身 云长翁对着夏莫熙 更加嘻嘻地笑了一声 那个中年男人叫做吴蒙 他见到夏莫熙 连站都似乎有点困难 开口就说了 小姐 这里令碑海城 最少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你的脚行不行到 夏莫熙咬着牙 行一两步 眉头紧走 似乎好难行 但是依然开口说没事 这个时候云长翁 牵了匹马过来 一面无公害 这样的样子就说了 那不如骑我那只马 那个吴蒙 立刻起上眉梢 开口就说多谢 谁知那个夏莫熙 板起外面就说不用 吴蒙开口勸就说了 小姐 上马了 我们的马 在追击里面都被人射杀了 现在靠双脚 对你的伤势是不好的 如果你不情愿 我只可以背你去冰海城了 这个吴蒙看的样子似乎老成 但是听他说话 看怕地位远远不及这个夏莫熙 在旁边的那个年轻人 晴雨 立刻笑到见颜不见眼 开口就说了 不如我来背 虽然骑马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眼前这个云长翁半路杀出 还要在夏莫熙面前 表现出强悍的实力 令到这个晴雨破为不丧 夏莫熙真的觉得有点屈满了 他言议饿饿了一阵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知道自己 以现在的状态 行步路都难 他思前想后 开口就说了 我怎么可以叫你们背呢 我 我骑马呢 于是乎 拒绝三个男人的前夫 自己咬实牙关 跨上马安 谁知道一坐下 立刻就痛到仁依硬硬 云长翁在旁边翻白眼就说了 我叫你上马 没有叫你骑马 你个大腿内侧的肉全部撕到裂了 骑到马吗你 都没等那三个人反应 自己一下子就跨上马 坐在夏莫熙身后就说了 大侧身 我抱着你 那个夏莫熙和晴雨 同时说了一声什么话 云长空在旁边一面无辜就说了 那那那 没想到其他地方 一只二只 勾咬女同斌啊你们 我做出好大牺牲的了 你要跨着骑马呢 就忍着骑痛 那那马走啦 那个马安就不停磨你的伤口 去到冰海城 你不要说落地啊 你躺在床啊 都痛到跳跳窄啦 那个中年男人吴盟 想了想 那点头承认就说了 都对的 伤了那个地方 不单止没得走路 骑马就更加难啦 夏莫熙 手指指着云长空 你你我我那样 但是怎么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终咬牙切齿 什么动作都没了 那个晴雨 看了这样的情景 想着阿伦 终于鼓起勇气 走出来就说啦 那不如我抱你啦 你都不行 喂哥哥 你这只马 听人说是我的嘛 混长空和夏莫熙 同时看着这个晴雨 一人一句 执到他没声出 混长空不再啰嗦 言认语气 说了一句 哎呀 女人真是麻烦 跟着好粗劳地 将夏莫熙抱起身 执着身揽散 当着这个吴蒙和程宇的面 开口就说了 走啦 跟着他一拆马 那匹马就努力地走起身 云长翁一马当先 向着眼前这座大城走过去 不出所料 这座城应该就是他们口里面所说的冰海城 见到云长翁已经向前走了 吴蒙和程宇只可以踏低头快速赶路 夏木熙只可以哀叹一声 不再挣扎 第141集 这个时候已经临近夏天 夏木熙本身只有几件布 他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抱住 几乎是几乎相亲 杀时之间 面都红了 有点害臭 又有点不知所措 夏木熙 咬牙切齿 只是逼出个女子 到最后 鼓起勇气 有点生气 这样摇一摇身就说了 你不是在我耳边吹气啦 不可能的啦 我抱着你 我说要呼吸的 那有呼吸自然就有风吹在你耳边的啦 好正常咯 我要下去呀 夏木熙见到云象空硬硬来的 即刻大声在那里叫 哎呀 正所谓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我一定会将你安安全传送到兵蓝城的 跟着才慢慢摆下你都没耳 你 你无耳 哇 我帮着你呀 你拼我 哎呀 算了 我这些做好事不留名 继续帮你啦 谁叫我心底这么好呢 那个夏木熙 见到云象空又迷不准 激得窄窄跳 只可以在云象空的胸口里面 用力一扭 感觉根本没办法 挣脱眼前这个套掩的家伙的怀抱 自然不想再说任何一句话啦 又约摸走了十分钟 云象空开口又话啦 美女 一路之上 你一声都不出 都挺无聊的啦 不如你和我说下 兵蓝城是什么情况啦 我刚刚报道 不熟加布啦 你别对着我这耳吹气啦 夏木熙在云象空的胸口那里扭 令到云象空更加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啦 那样 我就不说话 你说 那我就不吹气啦 那个夏木熙 谷到面都红了 想了一阵才开口话啦 好 我说 你不要吹气啦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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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啦 云象空啊 好像鸡仔夺卖一样 不停点头 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的而且确需要第一手资料 因为担心飘渺兵工产生不必要的权利冲突 所以云罗帝国在荒原六百里之地 都没有建立什么似样的城市的 冰海城算是唯一一座啦 所以非常那么大 城里面 和其他的城市很不同 因为其他城市是被四大家族掌控的 而且是鱼龙混集 但是这一座城 的主人 就是平时不出现的飘渺兵工 虽然有些四大家族的势力 但是情况 就比其他城混乱得多了 飘渺兵工等级森严 他们的正式弟子 亦都自视高人一等的 平时在中门之内 好少会出现在冰海城 一旦出现 各大势力都有以礼扬三分 不敢得罪 连帝国都不敢开罪中门的 又是飘渺兵工的家门口 四大家族 哪敢指手画脚啊 而飘渺兵工 平时也没什么人来冰海城 所以这里 撕杀极多 极为混乱的 加上这一次 月渺寒气的吸引力 冰海城就更加不平静了 那那些飘渺兵工的外围弟子 又是什么情况啊 那些垃圾你不用管 那些 一是就献上大量的财物 或者是拿到什么宝贝 献给中门 在飘渺兵工那里 挂个虚咸 平时连中门的大门 都行不入的 连中门最低级的功法 都没有资格修炼 飘渺兵工 根本就不承认这些人 但是他们一个一个 就挂着这个虚咸 非常地厉害 有不少人 坏事做尽 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 所以各大势力 都不想得罪这个飘渺兵工 这些垃圾 可以不得罪 大家都尽量不去惹它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飘渺兵工 在什么地方的呢 到底有多强啊 当初就是因为飘渺兵工 需要和世俗有些关系 才命令帝国 在这里建立冰海城的 所以 应该是令冰海城不远的 但是具体 在北海的边座岛屿 就没人知道了 这里方圆百里的海域 都有结界拦住 未经允许 尋常人都没办法进去的 至于强者了哦 应该有圣景的高手 外人都是敢传的 至于真假 哪个知道哦 魂长空一听 整个扎了起身 防圆百里的结界 防御结界也都算是大神通者的一种能力了 这种能力至少要灵界的人才可以施展 而要将结界范围扩大到百里 恐怕不是尋常灵界之人可以做到 所以 我们在飘渺兵工门口 争夺月渺寒气 无疑于巨龙嘴边抢食 最好就不要惹他们 不过好消息是 月渺寒气对冒化期的效果很大 冒化期以上的人就没什么效果了 而冒化期在飘渺兵工算是最低等的实力 所以飘渺兵工不会太重视的 即使有人来抢 也都不会是很强的人 不会降低身份 将我们全部赶走的 所以 我们还有思思机会的 魂长空一路听 一路的心在那里想 不愧为整个帝国都要乖乖听话的势力 这样的力量不是现在的他可以触碰的 他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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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益了 忍着飞着马边 加快速度 向着那个所谓的冰海城冲过去 至于在后面跟着的两个人 魂长空一早就不记得了 越是靠近那座城市 那个轮廓看起身就越恐怖 冰海城的面积 至少要比冰南城大三倍 未入到城池之内 就见到一条长长 由青石板铺成的宽厂大道 一直延伸到城内 周围有着洪涌的人流 魂长空见到 都抹大口的个洞 这样的人气 这绝对不是冰南城可以比 不愧是巨龙脚下的城池 光是听到 就吸引了无数人过来 入门的青石板 逐逐逐走到魂长空五分钟 而且还是骑马 到了最后 魂长空望眼玉川 有些无奈 苦笑着就说了 到底要走多久 什么座城这么大 做不大座城搞什么 就在他胜着的时候 那个夏莫熙突然间很欢喜 手指一指就说了 魂长空 快点去前面 快点去啦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魂长空看到 前面约目有十五六人 在人流里面 站住 动胀 坐下 转发 助手 吓来 二 一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